而今天开始淡海轻轨捷运免费搭乘一个月 不过开通不到六个小时 在早上11点45分106列车 往红树林方向要进到淡津邓公站的月台 直到一半就突然卡住动弹不得 而且还断电 新北捷运公司在调查之后表示 由于这辆列车要进站之前 驾驶就发现车门已经出现无法开启的讯号 而司机员也立即回报行控中心 在无法排除的状况之下 在11点54分只能启动SOP 清空车体的作业将乘客请下车 等候另一班车次再来解播 淡海轻轨昨天晚上的通车典礼之后 今天开始开放民众免费搭乘一个月 不过开通不到六个小时 在早上11点45分106列车 却载着乘客往红树林方向时 要进到淡津邓公站月台 举到了一半就突然卡住动弹不得 被困在车上的乘客说 当时整个车厢都断电 资讯木一片漆黑 乘客就全部停留在原地 大约将近有许多分钟 那时候是那个 他就停住 然后整个系统都停掉 然后他有广播吗 有广播说就是调度关系 所以停车 那他整个是断电 断电 停了多久 大概二十几分钟 我们卡在车上十几分钟 卡在车上十几分钟 后来你怎么下车 后来他把门就打开第一个门 那我们就下车 就门卡住 然后后来有祭司上 就是过了大概二十几分钟 祭司上去 然后把门做动 这列从淡江大学站 要开往淡金邓公站的列车 一进到淡金邓公站 就不再开车 车厢都断电 乘客在车厢内哭等 而新北捷运公司 在调查之后表述 由于这辆列车在进站前 驾驶就发现车门出现 无法开启讯号有异常 司机员立即回报行控中心 在无法排除状况下 在11点54分 只能够启动SOP 轻车作业 将乘客请下车到月台 等候另一班车次来接驳 车门讯号异常的这样一个现象 那依照我们现场的SOP的处理 就是驾驶员必须要及时 去处理这样的一个排除 可是他经过几次的方式 没有办法处理掉 所以说我们就启动第二个阶段 就是所谓的轻车作业 因为当你现场状况没办法排除的时候 我们驾驶员就必须启动轻车作业 就是把车辆上面的乘客 然后请他到月台去 然后呢 那我们同时也请了技术人员 也到我们车辆上 来确认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 造成车辆的讯号会这样发生 那经过技术人员现场的勘察跟处理 20分钟之后我们就排除了 那初步判断是因为这两天淡水地区下了大概100公尺 160公里的毫米的这样的雨 造成湿气又过重 然后造成我的讯号异常 车辆讯号异常 可是我跟各位报告 讯号异常并不会影响车辆正常的运行 新北捷运公司总经理表示 在等待20分钟之后 继续来将问题排除 将这辆车次的列车停止载客送回检修 而初步判定是因为最近淡水下大雨 车门讯号员受潮因而显示异常 而整起事件也影响了班次20分钟之多的时间 捷运公司表示为了谨慎起见 有异常无法排除才会启动SOP作业 也都是为了乘客安全 不过通车不到半天的时间就出现状况 捷运公司后续与捷运局 已请车辆俱造商 台湾车辆公司针对该异常状况 进行所有车辆的全面检查 以防类似情形再次发生 记者许多万一 在此传播报道